歡迎各位有全面進場 如果你是喜歡我的節目 希望你可以免費訂閱我的頻道 多謝大家的支持 話說美國總統特朗普早前宣佈了 美國政府將會就著病毒來源展開調查 在日前台灣媒體《新新聞》 就說拿到來自中國國家衛健委的重磅紅頭文件 到底這份是甚麼呢 原來這份紅頭文件的編號是國衛辦科教涵2020年3號 所以就叫做三號文 在這份文件當中作出了多個規定 包括 各相關機構應該按照省級以上衛生健康部門的要求 向指定的病原檢測機構 提供生物樣本開展病原學的檢測 並且要做好交接手續 這個好像很正常 接著就來了 未經批准的話 不得擅自向其他機構和個人 提供生物樣本及其相關的訊息 還有是甚麼 已經從有關醫療衛生機構取得相關病例生物樣本的機構和個人 就應該立即將樣本就地銷毀 或者送交到國家指定的補償機構來保管 而在疫情防控工作期間 任何機構和個人 是不得擅自對外發佈有關病原檢測 或者實驗活動結果等訊息 這個 就擺明是要臭屎密蓋 如果不是 必須要徹致重重關卡 又說這些訊息是不能對外公佈的 若然你的病毒樣本是在手的話 就應該向上級機構來大交 若然交接完以後 你仍然保留有這些樣本 就應該是就地銷毀 或者是交出來 那麼多事無非要達到一個目的 就是封鎖消息 這份3號文是在何時發佈的 就是在今年的1月3號 而剛好這個中國中央電視台 就是在1月2號和3號 連續兩天報導 就說李文亮醫生等8人在武漢造謠 後來已經證實了是冤禮李文亮醫生 況且他只不過是在自己的微信朋友圈當中 就是向自己的同事來作出一個溫馨的提示 就說武漢當地發生一些狀況 後來就被人截圖 傳了上互聯網 當然全世界都知道發生什麼事 中央電視台作出這樣的報導 冤禮李文亮醫生 其實正正符合了3號文的規定 因為3號文 其實就說任何機構和個人 是不得擅自對外發布這些訊息 李文亮醫生就是犯了這個天條 所以就被武漢當局的官員整治 這份台灣的媒體新新聞 亦都拿到兩份 是中國某個權威媒體 情報給中共高層的內部參考文件 這份內參就指出 在去年的12月底 幾家基因測罪公司 就從武漢當地的醫院送檢樣本當中 發現得到 有些雷沙士 冠狀病毒 好了 並且呈報了給武漢市 湖北省 和國家的衛健委 一層一層 上了國家的衛健委 就知道 所以 這個衛健系統 至少在2020年1月2日之前 就已經 知道了這個疫情 跟一種新的冠狀病毒有關 不過知道就還知道 公佈就還公佈 這家台灣媒體新新聞 就對兩份內參文件 作出了一個對比 就有以下的發言 在1月6日至10日 就是武漢市人大和政協兩會召開 同期 武漢市衛健委 就沒有發布任何關於 不明原因肺炎的疫情通報 一直到1月11日至17日 就是湖北省的人大和政協兩會召開 在這段期間 武漢市衛健委 每日例行通報 都說前一天沒有新增病例 根據內參文件顯示 原來省和市的衛健部門 就設置了重重障礙 使得醫院沒有辦法上報病例 尤其是在12日至17日期間 有意不對繼續攀升的疑似病人 進行流行病學的調查 和確診的安排 亦未部署任何隔離措施 國家衛健委到1月20日 才確認是有人傳人的病例 在1月20日以前 各級衛健委對於疫情的說法 仍然是可防可控 最多是不排除有限度的人傳人 這份內參文件就指出 這個虛妄的可防可控說法 一直是去到1月20日 中央電視台發佈 習近平總書記的指示 即是說 當時習近平總書記 要必須嚴肅地應對疫情 才得以破除 中央電視台在當晚也播出了 中南山專家 指出 這個病毒 肯定是有人傳人的 才能確立得到 真是有人傳人 實情 這些情況 應該早就知道 可防可控 黃廣發專家 到底中國的領導人 對於疫情 是否很早期的時候 已經知情 我們就從一些蛛絲馬跡 去分析一下 首先在1月3日 中國疾控中心 向美國疾控中心 通報了疫情 到底當時 是通報了什麼的內容 到底有沒有告訴人 傳播途徑 原來是很容易的 或者告訴人 到底武漢市的真實情況 是怎樣 有沒有說到這些 還是在這裡 報留了 使得特朗普 被你腦點 這些東西 就需要作一個 深入的調查 才知道 另外 中國的黨媒 在這裏求是 引述習近平的講話當中 指出了一件事 在1月7日的時候 習近平主持 召開中央政治局常委會會議 當時他對疫情防控工作 提出了要求 即是他在 今年的1月7日 就已經知道了 於是乎 這個新新聞媒體質疑 習近平 沒有理由 不知情 若然習近平真的在1月7日作出了一個明確指示要防控疫情的話 那為什麼 湖北和武漢 仍然會在1月中旬的時候召開人大和政協兩會呢 而武漢又會在過年之前召開萬家宴呢 那為什麼 武漢又會在1月23日才下令封城呢 這個媒體最後有一個評述 就說這一連串的掩飾 延誤 使得疫情一發不可收拾 之後的發展 就是從中國擴散到全世界 癱瘓了大半個地球 好了 到底這份新新聞 他所取得的這份紅頭文件 以及那兩份內叉文件 是否真確呢 那真的需要美國來做主導 來進行獨立調查 真的 因為拿著這些曝光的紅頭文件 去問你大陸 就肯定是不認賬的了 那時候連那個 源頭你也不認 所以不要緊的 國際社會一定是會追究責任 所以國際社會就可以組成一個跨國的 國際間的調查委員會 加入一些西方文明國家的代表進去 一定要將那個真相查到水落石出 喂 因為現在你不只是自己 是出事嘛 你惹到全球都是嘛 很多人就因為這件事 就走了 都要向那些家屬有個交代 是不是 總不能夠是這麼不明不白 美國總統特朗普就說到了 說這個疫情本來就可以在中國境內 是壓止得到的 但是最終就演變成為全球大流行 他就提出一個質疑 到底是你因為自己的過失而導致失控 還是你故意隱瞞搞到今天這種情況 他就說 若然這個是過失的話 那就是過失 但是若然是故意隱瞞搞到今天 就一定要承擔後果 當然他就沒有很清楚說明到底會採取一些什麼行動 只不過在參議院裏頭 參議員George Hawley就說了一件事 他就將會在參議院推出一個法案 這個法案是將會剝奪中國的主權免責權 允許美國人民 為了追究中國政府的魯莽行為 而提出私人訴訟 他還提到 說有大量的證據表明了 中共的謊言 欺騙和無能 導致到 這個疫情從本土的局部爆發 演變為全球大流行 我們是需要展開國際調查 以全面的了解中共對世界造成損害的程度 然後我們需要授權美國人 和世界各地的受害者 針對他們的損失 追討賠償 即是說要撒償這個法案是拿來 George Hawley 還說到 我們知道真相 這件事並非中國一無所知的偶然事件 所以必須要找出真相 讓他們為此承擔責任 其實眾議院也有另一位議員 Chris Smith 也提出了類似的議案 可能最終兩條議案合併在一起 反正一旦這個議案在參議院和眾議院通過以後 那些美國人就可以提出這個訴訟了 當然你也有權不賠 但到時美國就有藉口 再去做其他事 比如說在第二階段的貿易談判當中 會否加入這些因素 若然到時法院判了中國敗訴 你又不肯賠錢 肯定會 所以 真的逃不掉 根本上你自己中國也承認 有門報扭報的情況出現 如果不是 武漢市的死亡病例 怎會突然之間增加了千多個 真是多鬼 這一節先講到這裡 多謝大家收聽 拜拜 拜拜